歡迎收看東京走著喬,我是維恩 本系列的影片要來簡介東京的各個區域 介紹他們的位置、特色以及推薦的美食等等 本集要介紹的區域是吉祥寺 吉祥寺是東京獨具風格的區域 由於位在東京都心的23區之外 不會感覺過分的熱鬧擁擠 但又是最受歡迎的住宅區之一 所以綠地、生活機能完善 購物、美食都不輸給鬧區 是一個適合悠閒度過一天的地方 如同剛剛提到的 吉祥寺不在23區之內 而是在山併區西邊的五藏也是 經過的鐵路有JR的中央線、中央總五線 以及金王的錦枝頭線 這裡同時也是錦枝頭線的總站 由於這裡是生活機能完善的住宅區 而住宅區必備的就是商店街了 有別於新宿、澀谷這樣的鬧區 商店街主要是在住宅區的車站附近 並且擁有更多當地的特色店家 在吉祥寺車站一出來 就有一條Sun Road商店街以及Daya Street 兩條都是油頂的商店街 下雨天也能逛 金鄰的Sun Road商店街 是另外一條商店街叫做Daya街 有藥妝、超市、衣服、飾品等 也有一些不錯的小吃 我們留到最後再推薦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 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入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而吉祥寺之所以是最受歡迎的住宅區之一 最大的重點就是離車站走路3分鐘的井之頭恩賜公園 這個公園佔地38萬平方米 在1917年的時候開園 同時也被評為日本櫻花百名選之一 是個賞櫻的好去處 秋天的時候也可以來這裡看紅葉 園區的另外一個亮點就是井之頭池 整個公園是圍繞這個湖所規劃 也可以在這裡踩天鵝船 我個人是推薦秋天的時候 在湖邊找一個位子 坐下來享受這裡的風景跟天氣 或者跟旅辦聊聊天 會是很好的回憶 由於居民們有很多的日常需求 所以除了商店街之外 車站本身以及附近 都有數個百貨商場可以逛 另外周邊的小巷子裡 也有各式各樣的店家 像是從車站前往公園的七景橋通 就有不少特色小店、土桌店等等 這裡也有一家營業到凌晨三點的 唐吉喝的可以逛 最後來推薦幾家 東小在吉祥寺吃過的餐廳或小吃 那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 我們下期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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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囉